美国国债继续受压,不过股市走势明显有改善。旧经济股固然有追捧。不少再创新高,新经济股亦转为个别发展。看来债息上升,应该不会是股票末日。资产恐惧症患者又要失望而回。 多年来好友在股市中占尽上风,社会财富严重倾斜,担有实力薄弱,唯有靠突袭。即使一个不利因素浮面初期有巨大杀伤力,随着时间过去,好友调节仓位完成之后,进一步大跌的机会变大幅下降。应该沿用分散投资的策略迎战。 旧经济股的比例较以往有所增加,却不宜完全离弃新经济股。始终金融,资源已至制造业等板块,难以撕脱周期股的形象。 股值天花板不会太高,目前升浪仍在进行中,但不似新经济股息日般会升到你不信。 软件电动车股站物加注,何况新经济股的增长故事根本未完。今次跌得急,纯粹是之前升得太多。 不过选股的准则有变。以前崇尚兴资产公司,中短期之内应该改由重资产领军。 换句话说,硬件会比软件好。几个理由,第一是兴资产模式憧憬更高。于是往事之中炒得更过分。 浩磨爆破之后蟹货重重。信心打了折扣之后不容易重见天日。第二是通胀环境之中,重资产公司的护城何更稳。 因为后来者要付出更高成本才可以抄袭挑战。同一道理,巨型科网股也会比中小型优胜。 第三是契妈神话站告一段落。减万资金流入最具爆发力轻资产中小型股的速度。 甚至有流出。最后是全球晶片短缺。半导体股属于新经济重资产中流底柱。 发挥带头大哥的作用。估计市况会持续反复。不必太淡。 但需要趋吉避空。软件公司以及电动车品牌。就算不忍痛割外减持。 暂时也不要再加注。以免挨打时心理负担太重。 因应宏观环境及市场情绪变化。股市主题一时一样。 默守成规只会自讨苦吃。不者持仓水平长期其实差不多。 重心成员却不时大有分别。投资绝对不是一件一路永日的工作。